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有关于连胜文枪击案 民进党现在打算要提出当选无效 而这郭苏生在今天就在立法院批评说 实在是太丢脸 另外包括了邱野说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最毒英文心 另外还包括了高志鹏 因为李婉韵事件在今天又上了媒体的版面 他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好 五都市长都已经正式的就任了 但是民进党竟然要在明天的时候 提出所谓的当选无效之诉 因为连胜文的子弹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国民党怎么反风 要浪费社会资源 你要浪费司法资源 我告诉你蔡英文 你不太是一个学法律的人 你还亏说你是法学的一个什么博士 还是喝过洋墨水的 过洋飘海就喝过洋墨水的 你不要浪费自己 浪费那些 跟青海整个台湾都给你浪费了 真的叫最独英文心了 一个蔡十万 出十万票等级的人 你还要东早西借口西早借口吗 就承认你办选了吧 好 蔡英文要提所谓的当选无效之诉 可以听得出来国民党极力嘲讽 另外的议题包括了 李婉玉真的是风波不顿 现在连他的绯闻男友高志鹏 也被扯入进去 所以说高志鹏的好朋友 邱颖在脸书上大骂 表示说李婉玉真的是 毁了他的政治前途 那今天高志鹏怎么回应呢 一起来听听看 还好吗 还好关系 我要回去主持 苦口婆心 你要不要跟他讲说谢谢他的好意 邱颖那还蛮关系你的 谢谢 没有 你不是他好友吗 就是那个脸书好友 没有没有没有 没看到是 邱颖在脸书上大骂李婉玉 高志鹏非常尴尬 表示说他没有看到脸书 以上是立法院最新情形主播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今天高志鹏又被围着问问题了